上一期的节目我们讨论过先知的猫头鹰 为什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 节目播出后呢 粉丝马上补充了新的看法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第一种可能是和猫头鹰的生活习惯有关 猫头鹰睡觉的时间是白天 它是夜间行动的鸟类 所以猫头鹰的眼瞳后面有一个反射光线的磨层 使光线再次通过眼瞳感光夜视能力很强 但白天的强观对猫头鹰的眼睛会造成刺激 同时白天休息时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 猫头鹰一直有睁一只眼和闭一只眼休息的习惯 也有粉丝调侃说猫头鹰闭着一只眼睛是为了撩庄园的乌鸦 呃 连先知的猫头鹰都有CP了 第五动物园好有爱哦 乌鸦小姐姐其实挺可爱的哦 为啥突然感觉先知变成电灯泡了 不是说好我们是一档正经的节目吗 乌鸦是女孩子吗 猫头鹰和庄园的乌鸦有关系吗 粉丝推测猫头鹰和庄园的乌鸦在设计时可能参考了童话故事 白鸟选大王或徒劳的寒鸦 故事说的是鸟类在选择鸟王时 寒鸦为了也能够参选 它没有漂亮的羽毛 于是它就把所有鸟类的羽毛贴在了自己的身上 但其他鸟类生气了就拔下寒鸦的羽毛 寒鸦露出了原形 由于比赛作弊被关押起来了 负责看守寒鸦的是猫头鹰 由于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睡觉 结果让寒鸦给溜走了 这个故事中出现了寒鸦和猫头鹰 本期线索由粉丝天空与白云之链提供 感谢提供线索的粉丝 其实第五人格官方在设计游戏角色时 可能参考了非常多的资料 许多细节都有其用意 欢迎每一位粉丝打开脑洞一起来挖掘 游戏中 先知的猫头鹰是无敌的背刀侠 只要你需要它 就可以放它出来为队友或为自己挡刀 但是先知的猫头鹰放飞一次 想再养回来挡刀很麻烦 别以为监管者那么容易被你窥视 首先窥视监管者的距离要非常的近 才能斩弄气质 其次 即便被你窥视到了 监管者只要一旦移动 先知根本就追不上监管者 而且墨箱子也不能把猫头鹰换成工具 有优点也有缺点 关于第五人格的推理 如果你有新的线索要投稿的话 都可以继续私信联系龙哥哥哦 粉丝们还可以加入龙哥哥的粉丝交流群 在群里可以加到龙哥哥的私人QQ 以后我们就可以通过QQ快速交流啦 每个人都有一个超神的梦想 点击关注哦